我自己的事情,我凭什么要跟别人商量?凭什么? 春护风,秋怀日,润泽天下穷藏 鸣与这门,窗外灭着光凉 昂首痴千军,红横芒马无将 春护风,春护狂,痴情朝日月,永世流芳 万千尘埃,终不及何时回头继续 不死冰凉,怕不落地,也没高降 万千尘埃,终不及何时回头继续 春护风,冰香,怕不过,如今甜蜜好香 光过世外人之上 你离他最近,他做了些什么?你还不知道? 奴才沾主子的光进了宫,可是进不了殿 大殿里的事情,奴才怎么会知道 你别替他瞒着 附近奉旨进宫,只是为了切磋文末 奴才有什么可瞒着的? 切磋文末 真的要是切磋文末,一次两次也就罢了 三番五次的召态进宫 皇上的用意志在文末吗? 他们除了在暖香阁待着,还去了什么地方? 他们顺着冬二长街往北走 上哪去了? 玉花园 玉花园? 玉花园 玉花园这种地方也是切磋文末的 他们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太妃,你想哪去了? 你的意思是,我不该这么想 太妃 他们在园子里东流西瓜,做这做那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在园门外面 在园门外面候着 还是啊 你不在他们身边跟着 你怎么知道我想错了? 你快说 快说啊 福尽是清白人 你不应该错怪他 草原坦荡无边 纵马于此 不由回想往事 深感所顾之处甚多 我生性愚钝冷漠 为人处事一向难以周全 在家里家外造成了种种不适 死职 倍感惭愧 往日言行唐突 难免冲撞了你 因我而生的猪斑不快 都还给我 我把他们扔给草原 让这里的大风 把仇云统统吹散了吧 看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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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公公 备好了接纸吧 皇上口谕 选乌云珠 进宫赏月 轿子在府门外头候着呢 您回屋给自个儿熏熏身子 跟我走吧 吴公公 请您回皇上 天色一晚 乌云珠不便进宫 怎么 您想抗旨吗 抗旨怎么了 哎呦 太妃 奴才无良府给太妃请安了 别来这套 深更万叶的 请哪门子安呢 太妃息怒 皇上的旨意是给贝勒福进的 不是给您的 您踏踏实实的歇息吧 你们搅得贝勒福不得安宁 叫我怎么歇息啊 太妃 太妃 奴才只是来宣旨的 太妃心里清楚 打扰您的可不是奴才呀 太妃 劳您大家闪砸身子 让奴才伺候乌云珠上轿吧 月至中天 奴才可耽误不起呀 混账 坚持混账 太妃息怒 恕奴才今日圣命在身 他日奴才定来府上听您的骂 乌云珠 请 吴公公 请您回皇上 让他收回一职 伯母伯贝勒福进乌云珠 请上轿 您回皇上 请 请 太妃 您这是 不是有不要脸的吗 我进宫里陪他去 看谁比谁更不要脸 太妃 太妃 太后 皇太妃求见 那么晚了 她好像有急事 她是从贝勒府那边过来的吗 好像是从外边来的 气人太甚 看人是怎么说的 说到曹操 曹操就到了 皇太妃 请坐 凤茶 不喝 我怕烫了我的嘴 都是谁 那你就下去吧 好啊 接着好啊 您还嫌我好 深更半夜的 田青宫抬着轿子到我府上去抢人 瞧谁 他瞧你吗 换了您怎么办 您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那好办 让你府上的门卫 拿着刀剁了他呗 倒是想找死 可没那个胆量 人家是顶着玉址来的 看来福林真是欺负人了 妹妹 总想慢慢说 半个时针前 他传了口谕 让乌云珠 进攻赏月 不就是赏个月亮吗 福林让我去 可我没去 我想他肯定还邀了别人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何必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呢 丑事都做下来 还嫌话说得难听 我看你没完了妹妹 其实难听的话 谁都会说 你痛快的说吧 说就说 说就说 福林对第一次大婚他就不满意 伤了他自己的心不说 他还伤了皇家的脸面 中宫换了人 他还是不满意 他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满意 两次大婚都是您定下的 孩子满不满意 您是他的额娘 我自然是没有您清楚 那就请你闭上你的嘴 我偏要说 他看不上博尔基基特的女人 那是命里注定的 谁也怪不上 后宫家里成群 天下秀女无数 他想抓到手的女人 有的是啊 他找谁不行啊 为什么 他为什么偏偏打他弟弟的主意 伯伯尔的福尽 再漂亮 那是伯伯尔的福尽 福林不明白 您去告诉他 请他把手缩回去 他不要脸 我的孩子们还要生育呢 你这是在责骂皇上 我没有责骂他 那你就是责骂我 您犯不着多心 您明明知道 我说的是福林 你别福林福林地挂在嘴边 皇上的名字 不是被你这么叫的 我以后不说就是了 你明明知道 皇上喜欢副诗写字 就为了这个 他三天两头地就召人进宫 怎么轮到你这儿就大惊小怪 乌云珠说话皆通 这是伯伯尔的造物 夸他的人多着 怎么 你不许皇上赏识赏识他吗 这么个赏识法 我们受不起啊 自己的福尽财貌超群 又怕人赏识 那你就应该把他锁在贝勒府里 别让他出来 可是人家给何锦验挑美人 你把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怎么没见你拦着呀 你是尚赶着让他去呀 人家选中了 我们要是不去 你又有话要说了 其实 你就是为了让乌云珠露这个脸 你才让他去的 你的福尽 这儿也好 那儿也好 哪儿都好 比伯尔基基特的姑娘强多了 这我都知道 你图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何必哭丧的脸呢 是啊 我是自作自受 这就对了 我说的不对 人家说的才对呢 额娘是什么样子 孩子就是什么样子 你 在说什么 你却烂了舌头的 说皇上的闲话 他把你和多儿滚的 成芝麻烂骨子给翻出来 多么好听的闲话呀 不把它好好地搁在心里 非要说出来不可吗 闲话就是闲话 他跟不住我 还听到什么闲话了 别以为 自己住在儿子的贝勒府 就没人敢说你们的闲话 贝勒府的后门 正对着郑亲王的后门 书王的轿子 从这个门里出来 就算到那个门里去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说的 怎么了 你说我我都受得了 说你你就一点受不了了 不就是几句闲话 好好的给我听着 这小轿子钻来钻去 比黄鼠狼钻鸡窝还容易 这 就是闲话 在心里搁不住 非要说出来 怎么 你听着心里舒服吗 你疯了 我知道 不说出来 你不舒服 撕破的脸说出来 你就舒服了 你疯了 都疯了 却都疯了 却都疯了 不是说病况渐缓了吗 前两天还好好的 怎么又成这个样子了 生死无常 随他的变吧 你瘦了 你瘦了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你就走吧 啊 我知道 你含着好多药剑的花 我 我 我 没有 没有 我只是 来看看你 你心里 有什么伤心的事 说吧 我还有什么怜悯 在你面前张嘴 我还有什么怜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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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王 您的病看上去好多了 您特意赶到宫里来 有什么事儿吗 我体况衰微 恐怕随时 会成了废物 嗨 您说哪儿去了 不管以后 还有没有 面君渐言的时日 我有几句心里话 现在就想给皇上说一说 您说吧 皇上 您六岁登基的时候 你身子 您身子 才这么高 我们都担心您坐在龙椅上会哭出来 担心您说错了话 弄乱了大殿的秩序 结果呢 您贪图稳健 从容不破 显现了无比的聪慧和超人的气度 大清国的文臣武将 在那一刻有多少人流了眼泪 我们大清国有了多么体面的一个皇上 历代的亡国之君最常见的有两种人 一种荒饮无毒 一种沉溺文末 我说的对吗 南唐的李后主酷爱书法 行墨独树一帜 结果怎么样 他葬送了国家 是个大笨蛋 这跟文末有什么关系 文末无罪 罪过在于过度的沉溺 北宋的徽宗皇帝 终日以画鸟为乐 都城被人攻破了 还在画 关在囚牢里还在画 一直画到延期 他画的孔雀栩栩栩如生 可是国家何在 亡国之君竟然轰溃至此 书王 您是怕我布了他们的后臣 不不 我不敢这样想 不敢这样想 为臣 只愿圣上能永远锦醒 书王 您的话我牢记了 您接着说 皇上的言习汉书啊 凡凡 凡凡而已 广武皇帝 对如何约束皇亲贵族 有一套办法 您是否注意到了 他给兄弟们封了王 却不让他们出宫 什么也不让他们干 好像太过分了 为了防范割据 汉武帝恐怕也是出于无奈 可是 正如皇上所言 他做得是有些过分了 本朝开国以来 对诸王朱贝勒 施惠无边 上下无不感恩戴德 只是 书碧王之言 您在对贵族少壮的使用上 防范太深 过于尽消神威了 我的心胸 还不如冠武帝 不是实质心胸 而是实质策略 拔其体质 局势无双 尊卑有序 另行尽职 其自身 已是最好的防范 可须在防范之上 再加一道防范 少壮们都是自家的血性男儿 撒出去便是您无敌的鹰犬 长期经过 不仅会伤了他们的报国之心 还有可能是他们 单于享乐 失去了为我大清国 凭争的意志 皇上 我的肺腑之言 请您散死 谢谢您的话 您以前为什么不说呢 是为了避嫌吗 如果我身体还能维持 我现在也不会说 皇上 我还有最后几句话 您说 当机那天 我和多儿鬼 一人拉着您那一只小手 您那小手啊 是凉的 我知道 您是害怕的 可是您一踏上宝座 大殿里是鸦雀无声 您投出了无比的威严和聪慧 我酒精沙场 见惯了鲜血 可是我看着您小小的身体 我不能不流泪 我断定您是个好皇上 直到今天我依旧断定您是个好皇上 好皇上 书王 您累了 咱们改着再谈 您回去歇息吧 皇上 不过 没有兄才大利 可 他是您的兄弟 您务必善待他 善待他的母亲 皇上您在宫中置疑难以倍感激 可是谁也救不了您 您命中注定只能自己熬下去 哪个寂寞的人不是这样熬过来的 您的剑上犯了大清国的重担 您的所有人都护剑 列祖列宗都看在眼里 国事终于泰山 私情不足为序 请您务必善待伯国而 善待他的父亲 蜀王的话 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 蜀王 您放心吧 您已经为了大清国 您的苦心和苦心 蜀王 我是至死都不会忘 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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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快来人啊 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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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你醒醒 你快看看 快睁眼瞧瞧吧 基督弟弟回来了 他赶回来了 孩儿不孝 孩儿来迟了 父王 父王 圣经祖灵非常完好 母帝西北 您所知的巴州松柏之夜繁茂一片翠绿 您就放心吧 父王 孩儿在祖灵之前日夜跪拜 日门心自问 孩儿愧得烈索烈索 愧得您的养育之恩 父王 孩儿知错了 父王 父王 уйте 父王 我 母亲 父王 一条船 船 大清国 就是一条船 你不是船主 孩儿明白 你也不是船公 孩儿明白 你是船帮上的 一块500 这条船出了酒 它 出了酒 你 你还可以 你 了我 是 方 父王 孩儿你听不清 父王 您大声点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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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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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笨狗熊像谁啊 像 像谁啊 像皇上啊 静妃 咱们呢 都是她掰剩下的棒子 她掰一个 烦一个 烦一个再掰一个 现在又轮到同飞了 你们猜猜 她又看上谁了 她看上了伯贵尔的福尽 就要掰她弟弟的庄家楼 您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心疼皇上了 你心疼她 她心疼你吗 您别乱说 我就说她 我说的就是她 她都上手乱掰了 还不许我拿嘴论说呀 人家是皇上 人家爱掰谁就掰谁 反正掰不着您呢 女哥那小妹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是我的脚好看呢 还是景贵人的脚好看 当然是您的脚好看 是吗 当然 景贵人的脚也不难看 你再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景贵人的脚难看 我的脚更难看 景贵人 景贵人 叫你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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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贵娘娘 景贵 你别折腾她了 折腾的就是她 养着这帮奴才 不就是用来折腾的吗 爹 爹 您那么孝顺皇上 伺候她吃 伺候她喝 您连她的洗脚水都敢喝 奴才都当到这份上 还有什么意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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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兔崽子 说什么呢 哼 我跟你说了多数遍了 你怎么就不开窍啊 你在侧宫干的还顺心吗 侧谁不是侧我呀 哎 没劲 没劲 那皇上的娘们儿 你一人占了俩 还嫌没劲哪 行 爹 爹 给你找个有劲的差事干干呀 你不是一直都想巴结皇上吗 这样 我没巴结 我真的没巴结 你不巴结皇上 你巴结谁呀 我 我巴结您 我一直都巴结您呢 嗯 巴结您 好 好 这回呀 我就吃你一回巴结 哎 前清宫直是 怎么样啊 让 让我去 啊 哎 你是怕跟爹似的挨鞭子 还是舍不得那警贵人呢 嗯 去不去 想不想干 直说呀 爹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您把我推到哪算哪 您就是把我推到井里边去 都没关系 不过爹 您不能不管我 您得指点我 您得告诉我 怎么才能从井里边爬上来 儿子万一要是爬不上来 你说什么也得捞儿子一把呀 你连井在哪儿都知道 还用得着我指点呀 去 把我那匣子拿来 哦 匣子 哎呦 是这个吧 哦 爹这一辈子啊 忍气吞声啊 就指望着他呢 哈哈哈哈哈哈 拿着 给你啦 啊 不不不 爹 当儿子的 应该孝敬爹呀 怎么能让爹道贴呢 嘿嘿 傻小子 这又不是蝎子 遮着你 啊 我 哎 哎 我爹呀 这回遭了罪 你在这儿伺候我 爹这心里头啊 我已不去呀 你呀 真是爹的 亲儿子呀 爹 嗯 嗯 嗯 亲儿俩 嗯 还分什么你我呀 啊 嗯 去乾清姑 该怎么干 干什么 爹呀 都告诉你 奶奶 去玉花园走这边 你们先去 我待会就来 你一个人去哪 别管我 去吧 替我捂着石头凳子 捂热了 我就回来了 喳 弄干净点 童妃娘娘 童妃娘娘 宫里有家法 您不能进去 是谁在哭 我的弦业在哭吗 童妃娘娘 叫阿哥起居平安 进食康态 您就放心吧 闪开 闪开 童妃娘娘 上表要是知道了 奴才们吃醉不欠业 怎么回事 吴公公 吴公公 童妃娘娘 行了 我在这儿 你先出去吧 这 小阿哥 又白又胖 长得葫芦周正 一笑起来可俊了 吞啊 像极了您了 吞不但是咱公里的宝贝 是咱整个大清国的宝贝啊 这奴才们溜溜的伺候着 伤不着一根毫毛 您就放宽了心吧 娘娘 您的指望该落在什么地方 您自个儿弄清楚了吧 哈 哈 哈 慈宁公啊 您是指望不上的 前清公啊 还是指望不上 哈 您要是指望您娘家呀 那更不靠谱了 哈 您这一辈子的指望啊 都在这小阿哥的身上 您说是不是啊 你干什么 呃 呦 您这头上有个白铺了鸽子 呦 不是啊 您这 是不是给正亲王拜的笑啊 吴公公 这个 您吩咐 我听说 皇上病了 皇上没病啊 他在前清宫待着 好几天都不出来 皇上在写字 自从给正亲王办完了丧事 他一直在练字 我还听说 我叔王是让皇上给气死的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 您是听您的额娘说的吧 我就问你 到底是还是不是 奴才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吴公公 奴才在 我想单独跟儿子待会儿 我这就走 我说完了就走 娘娘 往后您来看儿子 脑袋上别带这种白色的事物 不吉利 你下去吧 往后啊 不管 不管宫里头行什么家法 逢五逢十 您就神不知鬼不搅的 来看您儿子 奴才我呀 都给您安排好喽 您 你下去吧 哎呀 này я 这 zhou 他 我 我 心依然不去 小声般泪水 奔流年年月月 此生悲喜难绝 但愿风雨 路上渡星夜 你如花我如烟 如起如苏 我是飘零夜 此去永相悦 来生相逢出泪难写 但愿风雨 路上渡星夜 你如花我如烟 如起如苏 我是飘零夜 此去永相悦 来生相逢出泪难写 我泪难写 Avatar 虧金 来生苦 怀孙 三眼 的是飘零夜 平处 翟楷 磨碧山 岸 Youtube 相比 而只要 你可快 西夏室 灿涼 dream 不过来阴晴圆缺 爱过很多灵性依然不觉 笑声般泪水 奔流年年月月 此生悲喜难绝 但愿风雨路上独行夜 夜如花莫如夜 如期如送 我是飘零夜 此觉又相遍 来生相逢出泪难线 但愿风雨路上独行夜 夜如花莫如夜 如期如送 我是飘零夜 此觉又相遍 来生相逢出泪难线 我现在看到了 有很多罪路上独行夜 唢托零夜